演唱, 中文字幕 。 演唱, 中文字幕 。 感觉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会嗓子很干, 然后会非常的不舒服。 对,一个骑车就感觉像take a rest, 就像冒险一样。 像这个就最好随身带着一点 环境一步好像这种雾霾的天气 它就是容易感冒 感冒后期以后就会咳嗽 毕竟污染很严重 确实是不应该出门开车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 我今天是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今天开车出来 比如今天的我的车是单号 被现行了 那我自己出来办事不方便 但为了大众 但为了环境 我就暂时牺牲一下个人利益吧 中小学都停课了 然后孩子在家 也没有人管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 现在孩子一个人在家 然后中午通过回家吃饭 给他订了午餐 那么我们在呼吁 要给学校安装空气氢化器 这个孩子的鼻子 流鼻血 然后前天是右鼻子流 今天早上是左鼻子流 流得特别的厉害 然后刚才去耳鼻头看了 他说那个串面很大的 就是跟天体干空气都有关系 当然不希望孩子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活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 工薪阶层来讲 我们觉得现状也没法去改变 只有国家或者社会去改变 那开心不上班 工人不上班肯定不开心 没有工程开心吗 对这个本身是一件好事 说明政府也在进步 即使我们有一些不方便 我还是希望政府通过这些举措 这些行动 能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好起来 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些不方便 还是可以克服的吧 红色预警啊 我们感觉只是 就是表面的现象 根本解决不了雾霾的 对人们的伤害 今天这个还算比较好的吧 今天像有最严重 你都看不到大裤衩了 拜拜